看一下在线上的朋友们几乎没有人离开 所以我再次谢谢大家有学习的心 来接下来我们第二部分的培训 那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 到底很客观的角度 劫师跟传统的行业有什么不一样 那传统的行业可以指上班族 也可以指做生意的老板 那在这个一开始之前 我可以跟大家先简短这个 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背景 那我在这个美国工作了二十多年 大学毕业 所以呢我也是做过上班族 差不多有七年的时间 那后来呢就是想这个 以后女孩子总是要有这个时间 能够这个在家照顾家人照顾孩子 所以呢我也离开 在做了七年的这个工作以后呢 我也离开了这个传统的上班族 自己去开这个理财的这个公司 所以呢我自己 我想以我这个今天的这个经验 曾经做是上班族 也自己做过生意 在投资理财 那现在呢又在劫师 有经营三年的时间 所以我今天可以以一个很客观的这个 自己的体会啊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那我其实常常说啊 这个我在做杰斯啊 之前啊 其实这个这个很多人来跟我 分享这个事业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的时候呢 是一个门外汉 所以呢我也有用这个门外汉的 这个心态跟动作来评估杰斯 这个平台哦 这个就是我想在加入杰斯以后呢 这个前面几个月 我想没有真的认真来看待杰斯 这个事业 所以当然在完全没有参与的时候呢 来对这个事业来做一个评估 我觉得是非常有欠缺客观的啊 那如果我常常想 如果我当初一开始的时候 就愿意自己来亲身去体会这个平台 到底来了解他们所说的 是不是真的我自己亲自去体会 亲自去参与 那我可以更快更早 能够来完全了解这个生意 也可以更早来成为受益者啊 所以呢我在这里也先这个 鼓励在这个线上所有的这个朋友们 如果今天呢 你想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啊 来为自己创业 不管是兼职或者是全职啊 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个第一个步骤 我觉得你要完全的投入 你的心不能一半在解私 一半在外面啊 所以呢 解私这个生意啊 当你完全这个选择 愿意相信 相信公司 相信产品 相信团队 我觉得你所得到的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有些朋友一开始 就像我当初哦 可能带着这个审判官的角度 来去看这个生意 所以往往会错过很多难得的这个机会啊 所以呢 首先第一个动作我觉得我常常跟这个团队来做培训的时候 我说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你好好的参与 参与自己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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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 参与这个公司的说明会 参与这个公司的这个杰斯大学年会培训啊 不管是当地的或者是区域性的 那你在一年好好参与 如果今天呢 你一年当中 如果今天啊 因为自己私人的时间没有办法再继续投入 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完全投入的时候呢 你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最坏最坏的打最坏的结果呢 就是什么 就是让自己变年轻变漂亮 因为在好好使用产品呢 你把自己完全这个身体的状态呢 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啊 我想把它分为几个角度来看啊 我想我会从这个从他的这个门槛 入入行入这个这个生意的这个门槛 到这个投资的这个资本 到这个周遭这个工作的环境 还有这个到底你要成功所花的时间 还有最后呢 是一个全盘的一个境界 我从这个五大方向来跟大家做分析 做分享 那希望呢给大家能够带给朋友们 更这个符合这个自己思维方向的 这个一些资讯啊 那首先呢在这个 第一个部分门槛的部分啊 我把这个影片 我把这个slide叫出来 ok 所以呢第一个部分从门槛的部分 我想首先呢 我们看看来上班族的朋友们 我想今天大家就像我当初 这个我等于是从 从亚洲到美国的这个新的移民 那当然在美国在上班族想要出人头地 我想一定要怎么样 要有好的学历 所以呢我的时候也去念了这个美国这个这个啊 著名的这个南加大学 那到了这个公司去打工 那之后呢也想要再怎么样 一定要在这个上班的这个公司出人头地 我想一定要再继续往上爬 所以我后来呢也去念了这个商学管理学院MBA 那所以呢现在我想上班族的朋友们 今天呢今天想要在公司得到一个好的职位 好的一个offer 好的一个这个公司给你的这个package 给你的这个薪水 我想呢我想在这个入上班族的之前呢 我想在学历方面 在自己这个投资这个时间方面呢 绝对是有一定的啊 那这个对于这个创创业的这个做生意 如果今天你想要做一个小生意 我想门槛呢 当然学历不是那么的重要 可是你一定要有很多的经验 什么叫做经验 可能要有以前跟这个同行这个老板 在旁边跟他学习 那你也需要有这个这个行业的这个经验 所以呢对于这个从门槛的角度啊 这个上班族跟做生意的这个门槛呢 其实呢都有他一定的规定跟要求 那我们来看看杰斯入行的门槛 其实杰斯这个生意呢 是完全没有门槛 我想很多朋友来到这个香港杰斯大学 或者是公司的年会哦 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其实很多站在台上 这个颁聘的这些经销商 其实每个人来自不同的背景 我们有这个家庭主妇 我们也有这个成功的这个上班族 我们也有成功的这个创业家 我想每一个人 有些朋友甚至在台上哦 其实都非常的害羞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在传统行业适用的这些标准 其实在杰斯呢 如果你在传统行业没有这些口才 没有这些经验 没有这些学历 其实在杰斯你一样有他发挥的地方 因为杰斯这个平台是靠系统 靠团队来运作的哦 所以呢 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 其实在马来西亚 有一个这个 非常这个棒的这个总裁哦 那这个叫做Stephy 其实他是像 马来西亚非常年轻的这个红宝石总裁 我在上一次上两次的这个杰斯大学 其实听到他的分享哦 我非常的感动 我想在这个机会呢 也跟大家来做分享哦 那他因为这个从小这个家里的因素 所以呢 他没有办法念大学 所以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呢 就开始出去这个学做美容 后来也开了这个几家的美容院哦 在事业也有成 那这个之后呢 他在一个机会呢 认识到杰斯 那因为他的努力 他团队的努力呢 现在也成为这个红宝石经销商 他现在呢 有机会遇到他这个 从小到大长大的朋友们 那他这些朋友们呢 有机会继续这个念大学念研究所哦 可是他现在在杰斯所得到的这个成绩 是超过这些有念过书 从小到大的朋友啊 所以呢 我今天想要说这个例子 不是鼓励大家不要念书 这不是的 只是我觉得有一些朋友 在他成长背景的时候 如果失去一些机会的时候 我觉得你不需要 因为你从小到大 失去机会的背景 去阻碍你成功 因为在杰斯这个平台 你过去的背景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加入杰斯以后 你有没有一个开放的思维 还有一个谦卑的心 来学习你的系统 你的领导人 所要教导你的 所以呢 门槛在杰斯呢 是完全有别于传统行业 是不需要学历 是不需要啊 你这个在这个行业待过 完完全全 每个人进来 只要你有一个欲望 像一张白纸愿意来学习 学习已经成功的这个经验呢 我想每一个人在杰斯的这个 都有这个机会 实现自己的梦想 那第二个角度 我想来看一看 就是投资的这个资本 那这个以上班族来讲 上班族有没有投资 其实上班族也有投资 我记得的时候 要上班 要去面试的时候呢 我要怎么样 我要花钱买西装 花钱买皮包 那花钱买化妆品 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专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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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受聘者啊 所以呢 其实即使上班族也有投资 那在这个 做生意 我想这个投资的资本 我想大家都知道 这个 在传统的行业 想要做一个生意啊 你可能 以不同的国家 我想没有几十万 几百万 这个时间啊 的这个资本额 我想是不可能 能够来投资一个生意啊 因为传统生意 你有有店面 你有压货 还要请员工 所以呢 常常你要花很多的投资 投资时间 投资金钱 可是你回收的时间呢 是大大超过于你的投资啊 但是在杰斯 我们来看看 在杰斯的投资的资本是什么 其实呢 对我来说 就像上班族 要买一套西装一样 当你想要做这个生意 你就算加入最大的套装 一两千块钱美金的时候呢 这就是你唯一投资的资本 而且这是你投资一年的资本 完完全全没有风险 因为你投资的不是衣服 会退流行 没有办法 让你完完全全的跟着你 只有穿的时候好看 脱下来的时候呢 就没有西装的这个架势 可是杰斯你的投资 你这个产品是实实在在 使用在你自己身上 不像化妆品需要卸妆 是实实在在的 由内到外 由内到外来修复你的细胞 来帮助你 所以在杰斯呢 你投资的资本啊 就像你上班族 要去应征买一套西装一样 可是呢 今天这个投资 你去看看 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你在当中所赚回来的 后面可能会有几个零 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 努力抓住这个机会啊 所以呢 在杰斯是完全没有风险的一个生意 而且呢 杰斯的这个投资的资本啊 对我来说 其实这个资本 根本不是什么资本 就等于是自己在使用产品的同时 给自己一个机会啊 所以呢这是从第二个 投资的资本的角度来看杰斯啊 那第三个 我想从一个周遭环境来看杰斯 其实我们常常看到 为什么很多上班族不快乐 为什么很多传统生意的老板 是越做越累 即使越赚钱 也觉得越辛苦 为什么 我想这就是有关于 他周遭的这个环境啊 我想今天同样的朝九晚五 一天八个小时 可是当你到一个不是有正面能量的环境 其实是过得非常辛苦 从这个第一个上班族的角度来看 我想在上班啊 你你你 我想所有在线上上班族的朋友 我们都知道都是都怎么样 都要看老板的颜色 那都要准时怎么样 报到打卡上班 然后呢 在这个跟这个同事相处之间呢 我想平常没有事是没有事 可是当遇到有这个公司 有一个新的这个promotion啊 想要有一个新的这个好的这个位置 有缺的时候呢 这时候你可能就跟同事要开始竞争 所以呢 而且在这个传统的事业的环境啊 我想在这个上班族的这个环境里 我想就是啊 既然是人啊 很多人说哎 结识是个人的生意 其实什么什么上班 什么做生意 都是人的生意 除非你今天是一个人 只要你去上班 你还是一样要跟人接触啊 只是呢 在这个传统上班族呢 我想大家为了竞争 还有呢 为了得到老板的喜好 所以可能呢 啊周遭的环境啊 我们以前做这个公司 corporate在上班的时候呢 都有这个经验啊 就是你上班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怎么样 都在看顾自己的饭碗 看顾自己的报表 自己的位置啊 所以呢 完全就是很少有这个机会 大家相互来鼓励 那在这个啊 做这个生意传统老板的周遭环境呢 我想也是一样的啊 我想同行之间的销架 竞争 还有资讯的交流 我想很难能够找到一个机会呢 是让你同行的伙伴 或你的同事 来帮助你完成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这个案子啊 但是我们来看看在杰斯 因为杰斯是一个做团队的这个生意啊 所以呢 还有杰斯奖心的制度 其实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呢 你最大的回报会回到你自己 所以你要想要多成功 你就多去帮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面的这个能量 所以呢 在杰斯呢 其实你是一个啊 完全没有接触这个生意的新朋友 当你来到这个环境的时候呢 我想你的团队 小团队 中团队大团队 大家都会很热情的怎么样 去来去来接待你 去来帮助你 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你成功 因为你的成功就会去 就就就就会间接 直接来帮助整个团队的这个成功啊 所以呢 我觉得既然是造制造出来一个双赢的这个局面 我觉得这是再好不过的一个一个一个事业的这个环境啊 好那再来呢 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想看的就是投入的这个时间啊 要到达成功的时间 我想做上班啊 上班族啊 其实 有没有所谓的成功啊 我自己觉得很多人这个上了班投资了十年的时间 二十年的时间 到头来如果没有被炒鱿鱼 被公司解雇啊 我想呢 这个退休的时候呢 其实啊 你就是一个一个基本上就是完全消失在公司啊 也没有办法带走自己的任何的这个制造出来的成果 因为呢 我们是帮别人成功帮你的老板制造他成功的故事啊 所以呢 我觉得对于上班族的朋友们啊 我觉得其实啊 我自己做过上班族 我觉得没有所谓真正的成功 因为完全不是属于我自己的啊 那对于这个这个做生意的人呢 我觉得要达到成功啊 我觉得从传统的行业来讲呢 我想一定要花一段很长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的取决于就看你的准备工作 还有你有没有抓到这个事业的这个这个潮流 这个机会啊 所以呢 对于这个传统行业要做事业做事业 我们听过很多人就是不了了之不成功 当然也有成功的例子啊 所以呢 就是总之对于这个做生意传统行业的这个到达 成功我觉得是很难去预估的啊 啊 但是有关于这个劫师 我觉得投入的时间 对我来说 我自己是花了三年的时间到达这个钻石哦 从一个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电子商务生意的朋友们 所以我觉得呢 今天如果你愿意花三年的时间给自己创造一个真正的财富自由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 因为这三年当中你不是完全没有得到 不是只努力没有得到 你这个生意在结识是边做边学边赚钱 OK 所以呢 今天我想我一开始说给大家鼓励新的朋友 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完完全全来投入 那既然你完完全全来投入的时候呢 这样子的话啊 就是就是你能够把自己这个这个一年当中所学到的 能够完完全全累积你的成功 帮你制造另外一个高峰哦 所以呢 在结识要成功其实非常的简单 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啊 一年的时间你就可以知道 你在三年后是不是可以达到一个所谓的成功的境界 因为这是你的生意 你我们在结识 我常常说每一个人是能够享有创业家 做老板的弹性自由 可是我们却不需要承担传统老板的这些风险 所以呢 这就是结识平台的一个优势啊 那再来呢 我想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到底结识啊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给我们一个全盘的境界 那这个境界呢 我想在传统行业是我从来没有感受到的啊 我觉得呢 今天在这个你帮助别人的同时 我觉得如果你知道你可以带给别人希望 带给别人身体更健康的希望 带给别人能够翻身的希望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无价的一个一个礼物啊 我想我自己啊 一开始加入结识的时候 纯粹是为了赚钱 纯粹是为了商机 可是呢 在这个这个真正完全融入这个系统去投入啊 那跟着这个双钻石总裁 Kim Hui呢 跟在他旁边学习 看到原来这个平台不是只限于赚钱 是真正的能够让你有这个机会 能够帮助别人成功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 如果你今天能够找到一个事业 不只可以带给你财富自由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需要跟别人恶性竞争 你不需要去承担任何的风险 反而有一些正面能量的朋友来帮你 那让别人帮到你 你今天也会有这个机会帮到别人 所以这就是一个正面的这个循环 所以呢在杰斯我觉得来总结一下啊 我觉得其实杰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意 跟你上班跟你做生意是一样 辛苦不辛苦 绝对辛苦啊 所以但是每一个辛苦后面的代价却是不一样的 我想呢今天在杰斯一样是一个事业要努力去运作 可是当你在运作的同时呢 你会有回报 这个回报呢不只是金钱的回报 更是财富自由的回报 更是怎么样 结交正面能量的朋友的回报 还有你可以开了眼界去见到世界有多广大 因为你借着杰斯不同区域的这个会议 或者是杰斯的这个奖励旅游 你有机会走出你平常的这个圈子里 能够跟外界 所以我常常说以前我自以为是 后来我接触了杰斯以后 我才知道哇以前原来我自己只是个井底之蛙 原来外面 我也很这个欣慰 我在三年前有这个机会接触这个平台 我觉得更让我欣慰的是 我自己在经历六个月的自己摸索 我还来得及愿意放下自己来完全投入 完全学习 所以呢 我也在这里鼓励在线上的所有的朋友 给自己一次机会 好好的来完全的投入 完全的来学习 我相信今天我们所叫跟你分享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我想如果你可以复制这个过程 你绝对也可以复制成功的结果 那这个成功的结果一定是肯定的 因为大家现在在这个杰斯大学在公司的年会可以看到完完全全 每一次都有新的朋友们不断的进阶 不断的到更上一层楼 所以呢 这个平台是实实在在可以运作的平台 差别就是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全力以赴 好吗 OK 所以呢 我很高兴呢 今年有这个机会能为家为大家做一个这个这个简短 这个培训 也希望呢 这些所分享的能够给你做一个客观的这个来理解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呢 当你把这些资讯去吸收 完后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马上要跨出一步 开始运作自己的生意 这样子你才可以更加的体会 我们当中的这个过程的快乐 还有这当中的这个满足 所以我祝福每一位朋友 如果你愿意的话 给自己一个机会 在杰斯的平台上 找到自己 实现自己 梦想的一个机会 好吗 那很高兴在这个 在两个礼拜 我们就会在这个香港的这个杰斯大学见面